目前中国男足全体成员正在酒店隔离 同时李娇鹏也为在这段时间里带队训练 必定这个国足还有两场失去赛要去面对是吧 而且距离比赛开始近在咫尺 具体的时间就在三月底 虽然说国足1比3输给越南后北已经彻底无缘晋级卡大尔世界杯 但剩下的两场比赛对于球队来说仍为重要 一方面是需要找回丢失的面子 用一场胜利来证明自己 另一方面宝贵的这个高水平国际赛事 也可以帮助李肖鹏更好的去考验这帮年轻球员 从而完成国足的重建工作 为2023年亚洲杯赛事吧做足准备 所以说李肖鹏很可能会把新征召进国家队的几位年轻球员 当作接下来国足在失去赛12场赛上的一个首发 那么这样的话最先变动的一定是国足阵性中的前腰位置 因为从李铁指教再到李肖鹏指教国足 前腰位置一直是球队比赛时的一大短板子 而且两位教练对于该位置的这个球员组合搭配 也尝试了多种方式 但结果都是不尽如人意的 例如这个张希哲搭配吴锡 陶俊敏和吴锡和吴锡和这个许新 都是没有产生很好的坏反应 至于年轻球员可以涌现出来顶替以上几位的 将会是戴伟俊和张千叶 对于目前国足的后场两个中卫朱晨杰和蒋王太不太用变动 肯定是作为主力的 但朱晨杰在防守站位上的选择 一定要封锁一下自己的经验 否则很容易出现一些不该出现的失误 而两个边后卫一定会注入新的血液 具体是谁就要看比赛前每一个球员的自身的一个状态 最后这个前锋线吴磊和埃克森 落过副尾基亚兰能够出场比赛的希望是小之又小 因为规划球员没有跟随过渡大部队集训 自身的竞技状态肯定无法保障 而吴磊的技术特点真的不适合在对阵沙特南足时使用 因为吴磊根本没有现场跑位的机会 而作为这个前场球员首发 大概率是韦氏豪严鼎号以及张玉宁 那张玉宁坐中韦氏豪严鼎号靠边 利用速度打这个沙特的一个高空球 那说不定就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那各位球迷朋友对此你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 另外这个这场比赛CCTV5也会直播 想要观看比赛的球迷 记得去准时观看